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现在宝石平衡呢 怎么做呀 哎 还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三部曲去试试 好不好 嗯 审题要点 注意了 比较重量 思路分析请你要清楚 翘翘板平衡就说明左右两端的物体重量是相等的 听明白了吗 OK 所以接下来跟着乐乐老师咱们慢慢的去做 好吗 嗯 首先注意了 第一幅图说明什么 说明一只鸭子与两只小鸟的重量是一样的 对不对 非常好 那好了 注意 一只鸭子等于两只小鸟 没问题吧 好 从而说明什么 你看 一只鸭子跟两只鸟的重量是相等的 说明谁重啊 当然是一只鸭子比一只鸟要重一些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 小怪兽画出来了 一只鸭子大鱼一只鸟 听明白了 好 这个我说完了 那下面的宝贝们能不能试着按乐乐老师刚才所讲的方法也把小怪兽画出来呢 嗯 试试看 怎么样写完了吗 写完了啊 来第二个 试试看 第二个说明什么 说明两只鹅的重量 语 一只山羊的重量是相等的 对吧 好了 那你告诉老师 一对一的去比较的话 注意谁更重啊 当然是山羊更重 对不对 好 或者你这样去想 我要拿掉一只天鹅的话 这个翘翘板就不会保持平衡了 而是山羊这一端要沉下来 听清楚啦 所以第二个你看 两只鸭鹅等于一只山羊 从而我们知道了 那么一只鸭鹅它的重量就应该效于一只山羊 没问题吧 小怪兽又出来了呀 好 再来 下面我们走着看这个 一只天鹅等于两只鸭子 那就说明谁重啊 当然一只天鹅要大于一只鸭子了 听明白了吗 OK 注意 来吧 小怪兽已经画出来了 又由于最后的问题要让我们从重到轻把它排列出来 所以最后都要用大于号给它连起来哟 那么我接下来该需要把它的嘴给它叫个个儿吧 对不对 也就说明什么 一只山羊 大于一只天鹅 好不好 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步怎么办 统一符号啦 走着 注意 统一符号 没问题吧 OK 下面第三步我们特别喜欢干嘛呀 穿糖葫芦 好不好 那我们来穿上看啊 走 一只鸭子大于一只小鸟 一只山羊大于一只天鹅 能穿先给它穿出来 再来 一只天鹅又大于一只鸭子 好 我们先穿啊 准备 走着 山羊大于天鹅 天鹅大于鸭子 鸭子大于小鸟 完了 所以这一道题正确答案 我们可以来写一写好不好 好 准备啊 山羊 简单写个山 大于天鹅 好 然后天鹅又大于鸭子 最后鸭子又大于鸟 所以答案应该是山 天 子 鸟 对吗 OK 所以我们来写一写好不好 那么这里面从重到轻走着 最重的山羊 其次天鹅 再往下鸭子 最后是小鸟 怎么样 原来翘翘板保持平衡 或者天平保持平衡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也会做啦 好了 接下来 一起来看一看石老师点睛 像这样的问题 请你就记住 三步帮你来搞定 来吧 屏幕前的宝贝们 很快又到了最后的本讲总结的时刻啦 赶紧呀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 这一节课咱们都讲了哪些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呀 是暑假的第一节课 讲的呀 是有关于比较的知识 对吗 好了 你来回忆 比较长短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呀 比如说尺子 绳子 甚至于格子 当然 请你记住了 尤其是用格子去做工具的时候 我们呢 哎 一定要注意那个半格的情况 对不对 OK 这个呢 先说到这里 还有呀 有的时候 我们在比较这个长短的时候 你得看清楚 如果是那种正方形的小格子的话 横竖可以一类 而斜着的我们要给它分成另外一类 好了 继续往下看 认识小怪兽 你都清楚了吧 今天这节课 我们可认识了两个小怪兽 一个是大一号 一个是小一号 对吗 那么第三个 我们又讲了比较重量 在这里面呀 咱们的工具可以是天平 也可以是翘翘板 也是啊 需要我们小朋友得清楚 一定得明白 低的那一端呀 就是重的 而高的那一端呢 自然就是轻的 好了 再往下看 注意了 在做比较 哎 复杂的这种推理比较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遵循三部曲 对吗 第一步 我们来回应一下 怎么办呀 签化小怪兽 对吗 用小怪兽把它们连接起来啊 好 第二步 那个嘴的方向 我们要统一吧 所以 注意第二步换号 你得搞清楚 第三步呢 特别喜欢 嗯 口水都已经流出来了 叫做穿堂葫芦 好吗 好啦 还是老样子啊 需要我们小朋友挑选一下 题目当中的一至两道小题 给你的爸爸妈妈讲一讲 让他们来听一听吧 宝贝们 我们下一节课 拜拜 话说呢 到第一集当中呀 在第一集当中啊 说说在第一集当中 闹闹和悠悠来到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在这里面呀 将会花 会花生 如果咱们走的那个路线稍微的短一些的话 我们就先抓到老鼠 对不对 帮不及了 那是第一种方法 那再看 有些东西要说老鼠我们家床了